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朗瑞数字传媒全球推广 亿万金迷听众的饕餐盛宴 金庸作品集汉语有声书震撼上市 打爆不平 锄强服务 英雄侠义 少年时 灵书素问 治不了彻骨情伤 紫衣盲鞋 止不住 红尘滚滚 那人神女心 奈何香王梦 泪洒江湖 今在金庸武侠作品《飞狐外传》 由袁志伟播讲 第十一章 恩仇之记 四日一早 三人上马又行 来时两人快马 只奔驰了一日 回去时 却到四日天黑 望到苗人缝锁住的小屋外 中兆文见屋外的树上 系着七匹高头大马 心中一动 低声道 你们在这里稍等 我先去瞧瞧 绕到屋后 顶的屋中 有好几人在大声说话 悄悄的窗下向内张去 见苗人凤用不蒙住脸睛 昂然而立 他身周站着五条汉子 手中各执冰刃 神色凶狠 中兆文环顾室内 不见兄弟赵英赵能的影踪 心想 他人则在保护苗大侠 不知何以静回离去 不尽忧矣 只听得站进厅口一人说道 苗人凤 你眼镜也瞎了 活在世上 只不过是多受活罪 依我说 还不如早些自己寻个了断 也免得大爷们多费手脚啊 苗人凤哼了一声 并不说话 又一名汉子说道 你好称 打遍天下无敌手 在江湖上也狂了几十年了 今儿乖乖地趴在地下 给大爷们磕几个响头 爷们一发善心 说不定 还能让你多吃几年窝囊饭呢 苗人凤低压着嗓子道 天归冬呢 他怎么没胆 亲自来跟我说话 首先说话的汉子笑道 料理你这瞎子 还用得着田大爷自己出马吗 苗人凤色然道 天归冬没来 他连杀我也没胆吗 便在此时 钟赵文 忽觉肩头有人轻轻一拍 他吃了一惊 纵抽半仗 回过头来 见是胡斐和成灵宿两人 这才放心 胡斐走到他身前 想携手一指 低声道 钟二哥和三哥 在那边给贼子围上了 钟大哥 不如你快去相帮 我在这儿 照料苗大侠好了 钟赵文 知他武功了得 又挂念着兄弟 从腰间抽出判官笔 向西几奔 他这么一纵一奔 屋中已然知觉 一人喝道 外边是谁 胡斐叫道 一位是医生 一个是屠夫 那人怒吓 什么医生屠夫 胡斐笑道 医生给苗大侠置眼 屠夫杀猪宰狗 那人怒骂一声 便要抢猪 另一名汉子 拉住他臂膀 低声道 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田大爷只叫咱们杀着姓苗的 行的是 不用管 那人猴头咕噜几声 站定不动 胡斐原怕苗仁凤 眼镜不变 向诱敌出屋对付 哪知 他们却不上当 苗仁凤道 小兄弟 你回来了 胡斐朗声道 在下 已请到毒手药王 他老人家来 苗大侠的眼 准能治好 他说毒手药王 意在虚张声势 恫吓敌人 果然 屋中五人 进阶变色 一起回头 却见门外 站着一个粗壮少年 另有一个 受窃窃的姑娘 哪里有什么 毒手药王啊 苗仁凤道 这里五个狗崽子 不用小兄弟操心 你快去相助 忠世三雄 贼子来的人不少 他们要以多为胜 胡斐还未回答 只听得背后脚不声响 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 苗兄 料使如神 我们果然是 以多为胜了 胡斐回头看去 只见高高矮矮 十几个男女 各持兵刃 慢慢走近 此外 尚有十余名装客 同仆 高举活靶 忠世三雄 双手反复 已给擒住 一个中年相公 腰弦长剑 走在个人前头 胡斐见这人 长眉俊墓 气欲轩昂 正是数年前 在商家堡 见过的田归农 当年胡斐只是个黄皮金树的少年 眼下身形相貌 巨已大变 田归农自不认的 苗仁凤哈哈一笑 说道 哈哈哈哈 田归农 你不杀我 总睡不安稳 今天带来的人不少啊 田归农道 我们是安分守己的良民 怎敢说要人性命 只不过前来恭请苗大侠 到舍下盘缓几日 谁叫咱们有故人之情呢 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 但洋洋自得之情 一余言表 今日连威震相恶的中士三雄都已受擒 此外更无强远 苗仁凤双目以下 又怎有逃生之机啊 至于站在门口的胡斐和成灵素 他自眉放在眼下 便似眉这两人一般 胡斐见敌主我寡 忠视三雄一骑失手 对方好手该当不少 要退敌救人 了来不易啊 他游目观察敌情 田贵农身后站着两个女子 此外 有个枯瘦老者 手持点血绝 一个中年汉子 拿着对铁牌 双目金光四射 看来这两人都是禁敌呀 另有七八名汉子 拉着两条极长极细的铁链 不知有什么用途 无非为以沉吟遍际醒悟 是了 他们怕苗大侠眼瞎后仍然十分厉害 这两条铁链明明是绊脚之用 气他眼镜不变的 七八人拉着铁链圆圆圆一半一围 他武功再强也非摔倒不可 他向田归农望了眼 忍不住怒火上升 心想 你诱拐人家妻子 苗大侠已饶了你 你却一个毒气接着一个 弄下了人眼睛 还要置人于此地 如此恶毒 当真禽兽不如啊 无非却不知 田归农为人固然阴毒 却也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自与苗仁凤的妻子南岚私奔之后 想起她是当世第一高手的夫人 每日里食不甘味 寝不安占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便一心是苗仁凤前来寻仇 往往下的魂不附体啊 南岚初时 对她是死心塌地的热情痴恋 但见她整日提心吊胆 时时刻刻 害怕自己丈夫 不免生了比拨之意 因为这个丈夫苗仁凤 她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在她心中 只要两心真诚相爱 便给苗仁凤一剑杀了 又有什么 她看到田归农 对她自己性命的顾念 远胜于珍重她的情爱 她是抛弃了丈夫 抛弃了女儿 抛弃了明姐 来跟随她的 而她 却并不以为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 她还隐隐觉得 田归农之所以对自己痴缠 肯定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美色 更不是为了自己的一片真情 而是另有目的 为了权势 还是为了财宝 这时 她早已明白了田归农 对于这个男人 天下最重要的 除了自己的性命之外 便是财宝和权势 因为害怕和贪心 于是田归农的风流潇洒 便渐色了 对秦妻说话 便不大有兴致了 便很少有时候陪着她 在庄台前调脂弄粉了 她大部分时候在练剑打坐 或是扬起了头空响 在想做大官 或者是在想成为大富翁 这位官家小姐 却是一直讨厌人家大拳动刀的 就算武功练得跟苗仁凤一般高强 又算得什么 可况她虽不会武功 却也知田归农永远练不到苗仁凤的地步 田归农却不能不忧心 只要苗仁凤不死 自己的一切图谋 终归是一场春梦啊 什么富可敌国的财宝 什么气概江湖的权势 终究不过是镜中花 水中月罢了 因此虽然是自己对不起苗仁凤 但她非杀了这人不可呀 现在苗仁凤的眼睛一弄下了 她武功高强的三个助手都已擒住了 室内有五名好手在等待自己下手的号里 屋外还有十多名好手预备截篮 此外还有两条苗仁凤看不见不知道的长长铁链 长铃肃靠在狐匪身边一直默不作声 但一切情势全瞧在眼里 她缓缓伸手入怀 摸出了半截蜡烛 就取出火辙 只要蜡烛一点着 片刻之间周围的人全非中毒晕倒不可 她想身后中人一眼也不忘 晃亮了火辙便往竹心上凑去 在夜晚点上一支蜡烛 那是谁也不会在意的事啊 那支背后突然嗖的一声 打来了一枚暗器 这暗器自近处发来 既快且准 成灵素猝不及防 蜡烛竟让暗器打成两截 跌在地下 她吃力精 回过头来 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 力声道 给我规规矩矩的站着 别倒鬼 众人目光一时都射到了成灵素身上 都不知道她要倒什么鬼 成灵素见那暗器是一枚铁锥 淡淡的倒 倒什么鬼啊 心中案子着急 怎么这小姑娘 居然识破了我的机关 这可有点难办了 天归农斜晃一眼并不在意 说道 苗兄 跟我们走吧 他手下一名汉子伸手在湖匪肩头猛力推 喝道 你是什么人 啊 站开些 这里没热闹桥 他见湖城二人 貌不惊人 还道是苗仁凤的邻居 湖匪也不还手 索性装傻 便站开一步 苗仁凤道 小兄弟 你快走 别再顾我 只要救出忠世三雄 苗某勇敢大德呀 胡飞和忠世三雄都大为感动 苗大侠仁义过人 最甚处绝境 仍顾旁人 不顾自己呀 田归农心中一动 向胡飞横了一眼 心想 难道这小子 还会有什么门道 贺道 请苗大侠上路 这贺声一出口 屋中五人刀枪并举 同时向苗仁凤身上 无处要害杀去 小屋的厅堂本就不大 六人挤在里面 眼见苗仁凤无可闪避 他双掌一措 硬生生的 从两人之间挤了过去 五人兵刃尽数落空 喀啦啦几声响 一张椅子为两柄刀同时 劈成树块 苗仁凤回转身来 神威凌凌地站在门口 他赤手空拳 眼上包布 却堵住门 不让五个敌人逃出 无非本带冲路相远 但见他回身这么一站 以致他有恃无恐 纵然不胜 也不致落败 那五名汉子心中军道 我们五人联手 今日若还对付不了一个下子 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行走啊 苗仁凤叫道 小兄弟 你再不走 更待何时 无非道 苗大侠放心 凭这些狗崽子 还挡不了我路 苗仁凤说道 哈哈哈哈 好 英雄年少 后生可畏 说了这几个字 突然抢入人从 铁掌飞舞 轴撞足踢 威不可挡 势中这五人 武功军飞寻常 眼见苗仁凤掌励陈雄 变革退开 靠着墙壁 四夕进击 混乱中 桌子倾倒 始终灯火熄灭 屋外两人高举火把 走到门口 苗仁凤双目击瞎 又无火光 全是一样 那五人 却可大占便宜 蒙听着 有人纵声大吼 挺枪 向苗仁凤刺去 这一枪 对准他小腹 去世狠辣 苗仁凤右腿横跨 伸掌欲抓枪头 那只西南脚上一人 悄悄声地扶着 输得挥刀砍出 扑的一声 正中他右腿 这人姓钱 五人中 算他武功最强 只苗仁凤 全上听声便气 便屏住呼吸 静静蹲着 苗仁凤 激斗正憨 自不知他所在 他只厚道 苗仁凤 右腿伸到自己跟前 这才挥刀砍落 屋内屋外 众人见苗仁凤受伤 齐声欢呼 中赵文贺道 小兄弟 快去救苗大侠 再待会儿 可来不及了 便在此时 苗仁凤左肩右中一边 他想 今日之事 若无兵刃 空手杀不出重围 无非也已早看清楚局面 须得将手中单刀 抛给苗仁凤 他方能置身 但门外进敌不少 自己没了兵刃 却也难挡 眼见情势紧急 不暇细思 叫道 苗大侠接到 运气内力呼的一声 向单刀 置进门去 这一致力道齐猛 始终五个敌人 若伸手来接 手腕非断不可 只苗仁凤一人 才接得了这刀 此时苗仁凤的左膀 正伸到西南角处诱敌 在那人又挥刀砍出 手腕翻处 假手已抢过单刀 听着狐飞单刀 指来的风势 刀背对刀背砸碰 当的一声 活花似箭 竟将置进来的单刀 砸出门去 叫道 你自己留着 且瞧我瞎子杀贼 他身上虽受了两处伤 但手中有了兵人 情势灯时大为不同 呼呼两刀 将五名敌人 逼得又贴住了墙壁 屋中五人 素质苗家剑的威名 但精于剑术之人 极少会使单刀 君想 你纵然夺的一把钢刀 未必比空手更强 个人齐声吆喝 停着兵人诱上 只见门外光亮闪耀 又致尽一把刀来 这一次 却是致给那 单刀遭夺的前行汉子 那人伸手接住 他是才兵刃脱手 破绝脸上无光 非力功难以挽回颜面 五刀抢弓向苗仁凤迎面砍拒 苗仁凤迎立不动 听得正面刀来 左侧鞭制 却不闪不驾 带得刀鞭 离身不过半尺 猛的转身刷底刀 正中持鞭着右臂 手臂力断 钢鞭落地 那人长声惨呼 信前的心惊肉跳 俯身向旁滚开 狐飞大骑 这一招要子翻山刀 明明是我狐家刀法 苗大侠如何会使 而它使得居然比我更为精妙 屋中其余三人一愣 有人叫了起来 苗瞎子也会使刀啊 天归能蒙得记起 当年胡一刀和苗仁凤 曾互传刀法剑法 又曾交换刀剑比武 心中一灵 叫道 它使的是狐家刀法 跟苗家剑不同 大伙儿小心 苗仁凤哼了一声 说道 哼 不错 今日叫鼠背 剑是狐家刀法的厉害 踏上两步 一招怀中抱月 回刀清削 乃是续招 跟着闭门铁扇 担刀先推后横 又一人腰间中刀 倒在地下 狐飞又惊又喜 他使得果然是我狐家刀法 原来这两招 虚虚实实 尽可如此变化 苗仁凤曾得胡一刀 亲口指点刀法的妙仪要指 他武功根基又深 比之忽肥 但从刀铺上自行琢磨 所致自然更为精湛 但见苗仁凤单刀展开 寒光闪闪如风四变 吆喝声中挥刀杀僧拜佛 一人花枪折断 杠刀斜肩披落 跟着上部摘行刀 又有一人断腿跌倒 天规农叫道 钱四弟 出来 出来 他见苗仁凤大展神威 故中只剩下了一个使丹刀的钱四弟 既令苗仁冲入相远 也未必能操胜算 决议有苗仁凤出屋用铁链琴拿 但苗仁凤拦住屋门 他性前的如何能够出来 苗仁凤之死人 是使阴毒手法砍自己右腿之人 古龙他轻易逃脱 钢刀晃动将他逼入屋角 猛的一刀 传手藏刀砍将出去 苍狼一响 那人单刀脱手 这人趁势在地下滚动 穿过桌底 想起苗仁凤眼不见雾 便刺逃出屋去 苗仁凤顺手抓起一张板凳 用力制出 那人正好从桌底滚出 砰的一声 板凳撞正他胸口 这一支力道何等刚猛 等是肋骨与凳腿七段 那人历时昏死 苗仁凤心知 这些人全是受田规农指使 因此卫下杀手 每人均是其身受重伤而止 杀势之间 五名好手先后倒地 屋外众人进皆骇然 君想这人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果然名不虚传 若他眼睛不瞎 我被今日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田规农朗声笑道 哈哈哈哈哈哈 苗兄 你武功越来越高 小弟佩服得紧 来来来 小弟用天龙剑领教领教你的狐家刀法 接着使个眼色 那些手握铁链的汉子上前几步 愚人却退了开去 苗仁凤道 好 他也料到田规农 必有阴险厚招 但行格适尽 非得出屋动收不可呀 胡斐突然插嘴 其慢 田规农 你要领教 胡家刀法 何必苗大侠亲自动手 在下指点你几路 也就是了 田规农见他 是才制刀接刀的尽力手法 指他并非寻常少年 但就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向他横立眼 冷笑道 嗯 呵呵呵 你是何人 胆敢口出狂言 胡斐道 我是苗大侠的朋友 是才见苗大侠施展胡家刀法 心下好生敬佩 学了他几招 只好老你大驾 给我喂喂招了 田规农气得脸皮焦黄 还没开口 胡斐喝道 砍刀吧 一招穿手藏刀 当胸猛劈过去 正是是才苗仁凤 用于打落信钱的手中兵刃这一招 田规农举剑风架 当的一响 刀剑相叫 田规农身子一晃 胡斐却退了一步 田规农是天龙门北宗掌门人 一手天龙剑法自幼练棋 已有近四十年造诣 功力自比胡斐身后 两人这一较内力 胡斐便输了一筹 但田规农见对方小小年纪 屡历竟如此陈雄 满意为这一剑 要将他单刀阵飞内伤偶血 那只他只退了一步 脸上若无其事 倒也不禁暗自惊诈 苗人凤站在门口 听得胡斐上前 听得刀削的风势 又听得两人刀剑相交 胡斐倒退 说道 小兄弟 你这招穿手藏刀 使得一点不错 可是胡家刀法的钥区 端在诏树惊奇 不再以利碰利 你推开 让我瞎子来收拾他 胡斐听到 胡家刀法的钥区 端在诏树惊奇 不再以利碰利 这两句话 心念一动 按道 苗大侠这两句话 正是指出我刀法的缺陷 跟敌人应拼 那是一己之短 攻敌之长 又想起当年赵板山在商家堡 讲解武学经义 正与苗仁峰的说法 不谋而合呀 心中一喜 大声道 多谢苗大侠指点 是才你所使刀法 我只吃了一招 还有十几招没事 转过头来 向田规农道 这招穿手藏刀 你知道厉害了吗 田规农喝道 混小子 滚开 胡斐说道 好 你不服气 带我把呼加刀法一一施展 若使得不对 打你不过 我跟你磕头 你要是输了 那又怎样 田规农满肚子没好气 喝道 我也跟你磕头 胡斐笑道 那倒不用 你若不敌呼加刀法 那就须历时将 忠实三兄放了 这三位忠爷 威震两胡 武功修为 可比你高明的太多 若说单打独斗 你连我也打不过 更加不是三位忠爷敌手 单凭人多 又算什么英雄好汉 他这番话 一则激怒对方 二则 也是为忠实三兄出气 三兄双手受负 听了这几句话 心中大快 对胡斐更不胜感激 田规农行事本来潇洒 但给胡斐这么一击 竟大大沉不住气 心想 你小子输了 想磕几个头九了事 有这么便宜是 今日叫你小命难逃我见底 左秀一扶 左手捏个剑诀 携走三步 他心中虽怒 却不忙进 使得是正宗天龙门 一字剑法 众人见首领出手 一起推开 手指火把高高举起 围成一个明黄黄火圈 胡斐叫道 怀中抱月 本是虚招 下一招闭门铁扇 口中吆喝 单刀先推后横 正与苗仁凤 适才所使一模一样 天龟农身子闪过 横剑辩刺 胡斐叫道 苗大侠 下一招该当怎样 苗仁凤听他叫出 怀中抱月 与闭门铁扇两招的名字 也不怎么经意 因胡家刀法的招数 外表看上去 与武林中 一般大陆刀法 并无多大不同 只变化奇妙 功则去世伶俐 手则门户严谨 功中有手 手中有功 令人莫测高深 这时听胡斐激叫 没颓咒 叫道 沙僧拜佛 胡斐一眼挥刀劈去 天龟农常见邪刺 来点胡斐手腕 苗仁凤叫道 药子翻身 他话未说完 胡斐一时 要子翻身砍去 天龟农吃了一惊 急忙退开 吃了一声 长袍跑脚 已给刀锋割去了一块 他脸上微微一红 刷刷刷 连刺三剑 迅捷无伦 心想 难道你苗仁凤 还来得及支点 苗仁凤已经暗叫要遭 却听胡斐叫道 苗大侠 未避了他三剑 怎的反击啊 苗仁凤顺口道 官平现印 胡斐道 好 果然是一道官平现印 这一道披血 嗜邪进风 威力不小 但苗仁凤先一叫出 天龟农是武林一大宗派掌门 所学既经人有机灵 早抢先避开 胡斐跟着横刀削去 这一招夜叉探海 他刀到中途 苗仁凤也已叫了出来 夜叉探海 十余招一过 天龟农竟给破得手忙脚乱 全处下风 瞥眼见旁观众人 均有精益之色 剑法戒变 快击快刺 胡斐展开生平所学 一块打块 苗仁凤口中还在呼喝 上步抢刀 两刀势 观音作连 浪子回头 众人见胡斐刀锋所向 竟与苗仁凤所叫 若和夫节 无不骇然 其实 当明末清初之时 胡苗范田四家武功 均有生于世 苗仁凤为一带大侠 专精剑术 对天龙门剑术 疏之于胸 这时 天狐两人相斗 他眼睛虽然不见 一听风声 既能辨知 二人所使得大智 适合招数 忽非出招尽刀 其实是依据自己生平所学 全力施为 如要听到苗仁凤指点 再行出刀 在这生死细一发的拼斗之际 哪里还来得及 指他和苗仁凤 所学胡家刀法 细出铜元 全无二致 苗仁凤口中呼喝 和他手上出招 配合的天意无缝 倒似预先排练纯属 在众人之前 视眼一般 天龟门暗想 莫非这人是苗仁凤的弟子 要不然 苗仁凤眼睛未瞎 装模作样的 包上一块白布 实则瞧得清清楚楚 想到此处 无尽生了惬意 无非的担当越时越快 这时苗仁凤 再也没法听出两人的招数 以注口不叫 心中却在琢磨 这少年刀法如此惊奇 不知是哪一位高手门下呀 倘若他双目得见 看到胡匪的胡家刀法 如此精纯 自早料到 他是胡一刀的传人了 众人围着的圈子 越来越开 都怕受到刀锋剑刃碰击 胡匪一个转身 见成灵素站在圈子之内 满脸关切的神色 等时体会到 他对自己确实是好啊 心下感动 不禁向他微微一笑 突然转头喝道 怀中抱怨 本是虚招 话音未必当的一声 天归农常见落地 手臂上鲜血淋漓 两枪倒退 身子晃了两晃 喷出一口血来 原来怀中抱怨 本是虚招 下一招是闭门铁扇 两招一虚一实 当晚 苗仁凤和胡匪 已各使了一次 天归农自瞧得明白 鸡斗之中 蒙听的怀中抱怨 本是虚招 这八个字 自然而然地 防他下一招闭门铁扇 那只胡家刀法 妙在虚实护用 忽虚忽实 这一招怀中抱怨 却不做虚招 突然变为实招 胡匪单刀击回 一刀砍在他腕上 跟着刀中夹掌 在他胸口 结结实实地蒙击掌 胡匪笑道 哈哈哈哈 你等得如此兴急 不听我说完 我说 怀中抱怨 本是虚招 变为实招 又有何妨 你听了上半截 没听下半截呀 天归农胸口翻腾 此又要大口鲜血喷出 至今日势头不对 再斗下去势必大败 又怕苗仁凤 眼睛奇事未瞎 强行运气忍住 手指终是三雄 打手势 命手下人姐夫 随即挥手转身 忍不住又一口鲜血吐出 那棒锥的小姑娘 是田归农之女 是她前妻所生 名叫田清文 见父亲身受重伤 忙墙上扶住 低声道 爹 咱们走吧 田归农点了点头 众人群龙无手 人数虽多 以权无斗志 苗仁凤抓起屋中 受伤无人 逐一致出 众人伸手接住 转身便走 成林苏叫道 小姑娘 暗器带回家去 右手扬动 铁锥向田清文飞去 田清文竟不回头 左手向后一抄 啪地声 接住了 手法甚为伶俐 那只锥扶入手 他全身巨跳 立即将铁锥抛落 左手连连挥动 似乎那铁锥 极其烫手一般 胡飞哈哈一笑 说道 哈哈哈哈 赤蝎粉 成林苏回忆一笑 他果实在铁锥上 放了赤蝎粉 田文清这一下中毒 数日间疼痛不退 片刻之间 田规农艺兴人 走得干干净净 小屋之前 又是漆黑一团 钟赵文朗声道 苗大侠 贼子今日败去 这几天内不会再来 我三兄弟 维护无力 甚为惭愧啊 望你双目 早日全渴 又向胡飞道 小兄弟 我三中 叫了你这位朋友 他日若有差遣 远近死利 三人一抱拳 镜子快步去了 胡飞之他三人 失手背擒 脸上无光 抱拳还礼 不便再说什么 苗仁锋心中恩怨分明 口头却不惜多言 直浪声道 多谢了 耳听得田归农一行北去 忠视三雄 却向南行 成林素道 两位悟空惊人 可让我大开眼界了 苗大侠 请你回进屋去 我瞧瞧你眼睛 三人回进屋中 胡飞搬起翻倒了的桌椅 点亮油灯 成林素轻轻解开 苗仁锋眼上的包布 手持竹台 细细查看 胡飞不去看苗仁锋的商墓 只望着成林素神色 要从他脸色之中 看出苗仁锋的商墓 是否还有救 但见成林素的眼珠 晶莹清澈 有似一红清水 脸上只露出凝丝之意 岂无蓝色 亦无喜容 只是叫人猜夺不透啊 苗仁锋和胡飞 都是极有胆识之人 但在这一刻 心中的坠坠不安 游甚于身处强敌 环似之际 过了半晌 成林素仍凝视不语 苗仁锋微微一笑 说道 呵呵 这毒药 药性厉害 又隔了这许多时候 倘若难治 姑娘 但说不妨啊 成林素道 要知道与常人一般并不为难 只苗大侠并非常人 胡飞其道 怎么 成林素道 苗大侠 人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内力济身 双目必当炯炯有神 令燃升威 若给我这庸医治的目力虽腹 却失了神才 岂不可惜 苗仁锋哈哈大笑 说道 哈哈哈哈 这位姑娘 图属不凡 手段 自是极高的了 但不知 与一辰大师 怎生称呼 成林素道 原来苗大侠还是先师的故人 苗仁锋一正道 一辰大师 枉固了吗 成林素道 是 苗仁锋 获得战旗 说道 在下 有言要跟姑娘说之 胡飞见她神色有异 心中奇怪 又想 成姑娘的师父 独守药王 发名叫做乌臣 怎么 苗大侠称她为医臣呢 苗仁锋道 当年 尊师与在下 曾有小小过节 在下屋里 曾损伤过尊师 成林素道 啊 先师 左手少了两根手指 是苗大侠 用剑削去的 苗仁锋道 不错 随这番过节 尊师后来便立即报复了 算是扯了个职 两不吃亏 但 前晚这位兄弟 要去向尊师求一之时 在下却知 只自讨没趣 枉费心机 今日姑娘来此 在下还到时 奉了尊师之命 以德报怨 实所感激 尊师既是事 姑娘 是不知这段旧事的了 成林素摇头道 不知 苗仁锋转身走进内室 捧出一支铁盒 交给成林素 道 这是尊师遗物 姑娘 一看便知 那铁盒 约八寸剑方 升满铁锈 只是多年旧物 成林素打开盒盖 剑盒中 有一条小蛇的骨骼 另有一个小小瓷瓶 瓶上刻着蛇药两字 他认得这般药瓶 是师父的常用之物 但不知那小蛇的骨骼 是何用意呢 苗仁锋淡淡一笑 说道 哈哈哈哈 尊师和我言语是和 两人动起手来 第二天 尊师命人送了这支铁盒给我 传言道 若有胆子 便打开盒子瞧瞧 否则 投入江河之中算了 我自是受不了他击 打开盒盖 里面跃出这条小蛇 在我手背上咬了一口 小蛇剧毒无比 我半条手臂 灯湿发黑 但尊师在铁盒中 附有蛇药 我服用之后 性命是无碍了 但这一番痛苦 却也难当致志啊 哈哈哈哈 说着哈哈大笑 胡斐和成林肃相对而惜 均想 这番举动 原是独守药王的 拿手好戏 苗仁锋道 咱们话已说明 姓苗的不能暗中占人便宜 姑娘好心依我 料想起来 绝非一称大师本意 劳烦姑娘一番跋涉 在下就此谢过 说着一一 站起身来 走到门边 便是送客之意 无非暗暗 不非暗暗佩服啊 心想 苗仁凤行事大有古人一风 豪乃慷慨 不愧 大侠两字 成林肃却不站起 说道 苗大侠 我师父早就不叫一称了 苗仁凤其道 什么 成林肃道 我师父出家之前 一切报道 出家后 法名大称 后来修身养性 或有禁忆 于是更名一称 倘若苗大侠 于仙师动手之时 铁师不叫一称 仍叫做大称 这铁盒中 便只有毒蛇 而没有解药了 苗仁凤啊的一声 点了点头 成林肃道 他老人家 说我做徒儿的时候 法名叫做偶称 三年之前 他老人家改做了无臣 苗大侠 你可把我师父小看了 苗仁凤又啊的一声 成林肃道 他老人家 撒手归西之时 早已大彻大悟 无臣无喜 怎还把你这番 小小旧院 记在心上 苗仁凤伸手在大腿上一拍 说道 招啊 我确实把这位故人 瞧得小了 一别十余年 人家岂能 如我苗仁凤一般 全没长进 姑娘 你贵姓 成林肃 敏嘴一笑 道 晚辈姓成 何木成 从背上包袱中 取出一支木盒 打开盒盖 拿出一柄小刀 取一枚金针 说道 苗大侠 请你放松全身穴道 苗仁凤道 是了 胡斐见成林肃 拿了刀针 走到苗仁凤身前 心中突然声念 苗大侠和那毒手 要网有仇 江湖上人心难测 若他们安排恶技 由成姑娘 借智商为名 雀下毒手 岂不是我胡斐 第二次又给人 借做了杀人之刀吗 这时苗大侠 全身穴道放松 只需在穴道中 轻轻一针 即能治他死命啊 正字愁躇 成林肃回过头来 将小刀交给了他道 你给我拿着 忽见他脸色有意 当即会议 笑道 苗大侠放心 你却不放心吗 胡斐道 若是给我智商 我放一百二十个心 成林肃道 你说我是好人呢 还是坏人 这句话 单刀直入地问了出来 胡斐绝无思索 随口答道 你自然是好人 非常好的好人 成林肃很欢喜 向他一笑 他肌肤黄兽 本算不得美丽 但一笑之下 神采焕发 犹如春花初战 胡斐心中 更无半点一律 抱一一笑 成林肃道 你真的信我了吧 说着脸上微微一红 转过头去 不再和他目光相对 胡斐去起手指 在自己额脚上 轻轻打了个暴力 笑道 打你这个糊涂小子 心中呼动 他问我 你真的信我了吧 为什么要脸红 王铁匠所唱的那几句情歌 陡然在心底响起 小妹带情郎 恩情深 你莫负了小妹子 一段情 成林肃提起金针 在苗仁凤 眼上阳白雪 眼旁清灵雪 眼下成气雪 三处穴道逐一刺过 用小刀 在成气雪下 割开少些皮肉 又换过一枚金针 刺在破孔之中 他大拇指 在针尾一空一放 针尾便流出黑血来 原来 这枚金针中间是空的 但见流血不止 黑血变紫 紫血变红 互非虽是外行 也已知 毒液已然取尽 欢呼道 好了 成林肃在七星海棠上 采下四瓶叶子 在一只瓦泊中 倒得烂了 敷在苗仁凤眼上 苗仁凤脸上肌肉 微微一动 接着身下椅子 咯得一响 成林肃道 苗大侠 我听胡大哥说 你有位千亲 挺可爱的 他在哪里啊 苗仁凤道 这里不太平 送到林舍家玩去了 成林肃用布条 给他附在眼上 说道 好了 三天之后 带得腾腾过去 麻养难当之时 揭开布袋便没事了 线下请进去躺着歇歇 胡大哥 咱们做饭去 苗仁凤站起身来 说道 小兄弟 我问你一句话 辽东大侠胡一刀 是你家的长辈吗 胡飞以胡家刀法击败天归农 苗仁凤虽未侵毒 但听得出 他刀法上的造诣 大非寻常 若不是胡一刀的嫡传 绝不能有此功夫 他知胡一刀只生一子 而那儿子早已给人杀死 抛入河中 因此猜想胡飞 必是胡一刀的后辈 胡飞色然一笑 道 这位辽东大侠 不是我伯父 也不是我叔父 鸟人凤很是奇怪 气想 胡家刀法素来不传外人 何况这少年却又姓胡 又问 那位胡一刀大侠 你叫他做什么 胡飞心中难过 不知苗仁凤和自己父亲 究竟有甚关联 我愿辨此自成身份 说道 胡大侠 他早逝多年了 我拿有福分来 叫他什么呀 心中在想 我这一生 若有福分叫一声爹爹妈妈 能得他们亲口答应一声 这世上 我还希求些什么呀 苗仁凤心中呐喊 呆立片刻 微微摇头 走进卧室 成林苏见胡飞脸有黯然之色 要逗他高兴 说道 胡大哥 你累了半天 坐一会儿吧 胡飞摇头道 我不累 成林苏道 你坐下 我有话跟你说 胡飞一言坐下 胡爵 吞下一须 咔的一声轻响 鼻子四脚全断 碎得四分五裂 成林苏 拍手笑道 五百斤的大股牛 也没有你中啊 胡飞下盆功夫极稳 虽做了个空 但双腿力士拿装 并没摔倒 只甚觉奇怪 成林苏笑道 那七些海棠的叶子 附在肉上 痛于刀割十倍啊 若是你 只怕叫出我的妈妈来了 胡飞一笑 这才会 实在苗人凤人痛 虽不动声色 但一股内劲 早把椅子坐得脆烂了 成林苏意在跟他开个玩笑 两人煮了一大货饭 炒了三盘菜 请苗人凤出来同吃 苗人凤道 能喝酒吗 成林苏道 能喝 什么都不用气 苗人凤拿出三瓶白杆 每人面前放了一瓶 道 大家自己倒酒喝 不用客气 说着在碗中倒了半碗 仰脖子一饮而尽 胡飞是个好酒之人 陪他喝了半碗 成林苏不喝 却把半瓶白杆 倒在了种七星海棠的桃盆中 见胡飞脸先异壮便对他道 这花得用酒浇 一浇水便死 我在种啼呼香时 悟到了这道理 师兄师姐他们不懂 只忙了十多年 始终种不活 剩下的半瓶 分给苗胡二人倒在碗中 自己吃饭香陪 苗仁凤又喝了半碗酒 异性甚豪 问道 胡兄弟 你的刀法 是谁教的呀 胡飞答道 别人教 是照着一本刀谱上的图样 和解说学的 苗仁凤恩了一声 胡飞道 后来遇到红花会的赵三当家 传了我几条太极拳的药诀 苗仁凤一拍大腿叫道 是千必如来赵半山赵三当家了 胡飞道 正是 苗仁凤道 怪不得 怪不得呀 胡飞问道 怎么 苗仁凤道 赵三当家武学修为高明至极 我早听说过 若不是经他传授 兄弟你也能有如此精强武功啊 喝了一口酒 又道 久仰红花会陈总舵主豪杰仗义 诸位当家英雄了得 只可惜报印回江 苗某无缘见得 只是平生极大汉事啊 胡飞听他羽翼之中 对赵半山极是推崇 心下也敢欢喜 苗仁凤将一瓶酒倒干 举完饮了 获得战起 莫到放在茶几上的单刀 说道 胡兄弟 七年我遇到胡一刀大侠 他传了我一手胡家刀法 今日我用意杀腿讲敌 你用意打败天归农 便是这路刀法了 真是好刀法啊 好刀法呀 莫得理 扬天长啸 月出户外 提刀一例 将那一路胡家刀法施展开来 只见他步伐宁闻 刀锋回转 或咸牙疏许 或刚猛迅接 一招一事 举誓邪进风 不菲宁神观看 见他所使招数 我与刀谱上所记 一般无异啊 只是刀势较为收敛 而比自己所使的也缓慢的多 不菲指道 他是为了让自己看得清楚 故意放慢 苗仁凤一路刀法使完横刀而立 说道 小兄弟 以你刀法上的造诣 剩那田归农 绰绰有余 他便再强十倍 也绝不是你对手 但等我眼睛好了 你要和我打成平手 却尚有不及啊 胡菲道 这个自然 晚辈怎是苗大侠的敌手 苗仁凤摇头道 呃 这话错了 当年 胡大侠以这路刀法 和我整整斗了五天 始终不分上下 他使刀之时 可比你缓慢的多 收敛的多呀 胡菲一正道 原来如此 苗仁凤道 是啊 与其以克贩主 不如以主欺客 嫩胜于老 持胜于急 蝉 滑 脚擦抽结 强于 斩磨 勾剁 砍劈 原来 以主欺客 以克贩主 均是使刀的攻守之行 劳矣之士 以刀剑 开砸底起为嫩 以禁柄出刀刃 开砸底起为老 可脱烧慢为尺 以刀先银为急 至于 缠滑 脚擦等等 也都是使刀的 朱斑法门 苗仁凤 收刀还入 拿起筷子 爬了两口饭 说道 你慢慢悟到此理 他日 必可称雄武林 纵横江湖 其实 就算如今 你也已少有敌手了 不过 以你资质天赋 咱们求的是天下第一 不是第二 胡飞心中欢喜 说道 多谢指点 万辈终身受益 举着筷子 欲夹不夹 思量着他那几句话 筷子停在半空 成灵素用筷子 在他筷子上轻轻一敲 笑道 饭也不吃了吗 胡飞正字琢磨刀绝 全身尽力不知不觉 全灌注右臂之上 成灵素的筷子敲了过来 他筷子上自认而然 生出一股反振之力 他的一声轻响 成灵素的一双筷子 进而振为四节 他的一声轻呼 笑道 先办事吗 胡飞忙陪叫道 这不起 我想着苗大侠那番话 不自禁出了神 随手将手中筷子递了给他 成灵素接过来便吃 胡飞却喃喃念着 嫩胜于老 池胜于急 与其一克饭煮 一抬头 见他正用自己使过的筷子吃饭 竟是丝毫不以为武 不由得脸上一红 欲得拿来待他室抹干净 为时已迟 要道歉几句吧 又太卓一行计 于是到厨房 另行取了一双筷子 他爬了几口饭 生快到那盘炒白菜中 去夹菜 苗仁凤的筷子 却也刚好伸出 轻轻一拨 将那筷子挡了开去 说道 这是截子卷 胡飞道 不错 举筷又上 但苗仁凤的一双筷子 守得严密已长 不论他如何高抢低波 始终伸不进盘子 胡飞心想 动刀子拼斗之时 他眼虽不能视物 但可听风便气 从冰刃披风的声音中 便明第一招来路 这时 我一双小小筷子伸出去 又无风声 他如何能够察觉 两人进退妖姬 又拆了数招 胡飞突然领悟 原来苗仁凤 这时所使的招数 全是用的后发制人之术啊 要带双方筷子相交 他才随机应变呢 这正是所谓遗嘱七克 持胜于吉等等的道理 胡飞一名词礼 不再身快抢菜 却将筷子高举半空 迟迟不落 双眼凝视着苗仁凤的筷子 自己的筷子 一寸一寸的慢慢一落 终于碰到了白菜 那时的手法 可就快捷无伦 一加回缩送到了嘴里 苗仁凤 瞧不见他筷子的起落 自不能拦截 将双筷往桌上一掷 哈哈大笑 胡飞 自这口白菜一吃 才真正踏入了一流高手的境界 回想 是才花了这许多力气 才胜得田归农 煞事之间又欢喜又惭愧 成灵肃见他终于抢到了白菜 笑隐隐地望着他 由衷为他欢喜 鸟人凤道 胡家刀法 今日终于有了传人 唉 胡大哥呀 胡大哥 说到这里 语音甚为苍凉 成灵肃 瞧出他与胡飞之间 似有什么难解的纠葛 不愿他多提此事 问道 苗大侠 你和仙师当年为了什么事情结仇 能说给我们听听吗 苗人凤叹了口气道 唉 这一件事 我到今日还是不明白 十八年前 我误伤了一位好朋友 只因冰刃上未有剧毒 剑血封喉 进而无法挽救 我想这毒药如此厉害 多半与尊师有关 因此去向尊师学问 尊师一口否认 说毫不知情 像是我一来不会说话 二来心情甚恶 不免得罪了尊师 两人这才动手 不非一言不发 听他说完 隔了半场 才问道 如此说来 这位好朋友 是你亲手杀死的了 苗人凤道 正是 胡斐道 那人的夫人呢 你斩草出根 一起杀了 成灵素 见他手按刀柄 脸色铁青 眼见一个 悲酒言欢的局面 转眼之间 便要变为一场 腥风血雨 他全不知 谁是谁非 但心中 究半点疑问 如他二人动手 砍煞 我的历史处他 这个他到底是谁 他心中 自是清清楚楚 苗人凤 语音甚是苦涩 缓缓地道 他夫人 当场自问驯赋 胡斐道 那条命 也是你害的了 苗人凤 欺人道 正是啊 胡斐站起身来 孙然道 这位好朋友 姓甚名水 苗人凤道 你真要知道 胡斐道 我要知道 苗人凤道 好 你跟我来 大踏步走进后堂 胡斐随后跟去 成林夙紧跟在胡斐之后 只见苗人凤推开乡房房门 房内居中一张白木桌子 桌上放着两块灵牌 一块写着乙兄辽东大侠胡功 以刀之灵位 另一块写着一扫胡夫人之灵位 胡斐望着这两块灵牌 手足冰冷 全身发颤 他早就一心父母之丧 必与苗人凤有重大关联 但见他为人慷慨豪霞 一直盼望自己是一心错了 但此刻他竟直认不讳 可是他竟说了 我误伤了一位好朋友 神色语气之间 又含着无限隐痛 何况家中一直供着灵位 称自己父母为一兄一嫂 啥事之间 不知该当如何是好 苗人凤转过身来 双手附在背后 说道 你既不肯说 与胡大侠有何干联 我也不必追问 小兄弟 你答应过照顾我女儿的 这话可要记得 好吧 你要为胡大侠报仇 便可动手 不非举起单刀 停在半空 心想 我只要用他事才教我 持生于极之爵 缓缓落到 眼不见物 绝技躲闪不了 那便报了 杀父杀母的大仇了 大声说道 苗大侠 不幸你教我武功 但我跟你有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 此刻你眼不见物 我若杀你 被大丈夫所为 等你眼睛好了 只怕 我又不是你对手了 然间苗仁凤 脸色平和 旧伤心之色 也无惧怕之意 反而隐隐 有欢喜之情 无非这一刀 如何砍得下去啊 忽然间 大叫一声 转身便走 成灵素追了出来 捧起那盆七仙海棠 取了两人随身包袱 随后赶去 无非一口气 狂奔了十来里路 突然扑翻在地 放声痛哭 成灵素落后甚远 隔了两久 这才奔倒 见他悲伤之情 知道此时无可劝慰 默默坐在他身旁 且让他纵声一哭 霸泻心头悲伤 无非只哭到眼泪干了 这才只声说道 成姑娘 他杀死的便是我爹爹 妈妈 虽然中间似乎另有隐情 但父母之仇 不共戴天啊 成灵素呆了半赏道 那咱们给他置眼 这事可错了 无非道 给他置眼 一点也不错 待他说也好了 我再去找他报仇 他顿了一顿 说道 但他 武功远胜于我 非得先把武艺练好了不可 成灵素道 他既用未毒的兵刃 伤了你爹爹 咱们也可 一报还一报 无非听得他全心全意地护着自己 好生感激 但想到他要以利害毒药去对付苗仁凤 说也奇怪 反而不自禁地令人生俱 心中又想 这位姑娘 聪明才智胜物失败 武功自也不弱 但整日和毒物为武 总是他自己也不知总是什么 心里只隐隐觉得 对他未免无异 不由地新生了关怀照顾之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